这架失联的马航班机上 大陆级的乘客有多达154个人 因此家属大部分是在北京交集的守候 他们的情绪已经濒临崩溃 马航目前已经安排让家属最快可以在明天的凌晨1点30分 搭机前往吉隆坡 不过因为目前的状况仍然相当不明朗 大部分家属还是宁可先待在北京 继续等待下一步消息 乘客家属沿路气不成声 对家人情况一无所知 许多人神情憔悴 大陆外交部和家属的闭门会议上 民众在上百人面前大声质问官员 目前马航已经安排最快明天凌晨1点30分出发的搬机 让家属前往吉东坡 但是慢半拍的处理方式同样让人情绪崩溃 黄金救援的72小时已经快要流失了 家属再怎么交集 只要没有失联航班的消息 大多数家属宁愿留在北京 至于众说纷纭的失联原因 雷达显示 班级失联前曾经想折返回马国 加上有两人护照被盗用 让劫机消息不进而走 由于大陆昆明火车站杀人案才刚刚发生 也有人怀疑是僵毒人士犯案 网络上还有人颇出署名是中国烈士旅领导人宣称自己负责 但因为僵毒人士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 遭到外界质疑